嗨 大家好,我們現在在哪裡? 東京,我們東京 京的飯店博越 Park Hyah 它呢位於在東京新樹 在西新口的新樹博越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在剛進來啊 這裡是玄關 玄關有兩幅畫 那我們把我們的推測放在玄關裡面 一進來之後呢,有一個椅子 可以讓人家坐著穿鞋子 那因為我們有兩個小寶貝啊 阿寶才兩歲 所以要求了一個嬰兒床 到這裡呢,就是一個走一 又是一個走道,有一個走一間 那博越非常貼心喔 他知道我們有兩個小寶貝 給我們準備了兩個很可愛的小浴袍 這都是baby size耶 這是小孩size的 然後到這裡的話呢 就是放行李的 所以比起東京其他旅館來講的話呢 空間真的是比較大 然後他還給大人準備了兩套睡衣 然後這邊也是 喔,這邊也是有日式的和服 這邊沒有 這邊沒有 喔,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喔,這個是拖鞋 還有兩雙 喔,還有小孩子的拖鞋 所以是兩雙大人的拖鞋 跟兩雙小孩子的拖鞋 那這個呢,是通道隔壁房的 如果有一家人一起來的話呢 這是通道隔壁房的 接下來看看我們的浴室 哇,吹風機 然後我們的延洗台 有一個很不錯的浴缸 然後呢,還有毛巾 還有大人的浴袍也掛好囉 所以那邊是泡澡的 這邊呢,就是沖洗的浴室 然後到這裡就是廁所剛剛 我們可以廁所給人家看一下 廁所是在這裡 廁所呢,大飯店廁所都是分開的 是免治廁所 所以是可以沖水的喔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裡 哇 而且柏月相當的貼心喔 她知道我們有小朋友 喔,上面還有一個電視耶 趴開啊,非常貼心 她知道我們有小朋友 喔,連漱口杯都有給你們準備 看看 喔,連漱口杯都有耶 你看,你看阿寶的樹婆杯 好可愛喔 然後她的 這個,喔,還有一個是 身體乳液 然後我們再看看這裡還有什麼 啊,有電視、遙控、鏡子 喔,棉花棒、棉球跟化妝棉 衛生紙 那這邊這個是什麼 啊,這個是所有的研洗用品耶 有,啊,浴帽、牙膏、牙刷 然後刮胡刀 浴帽 喔,Swing Kit 這是什麼呢 Swing Kit是什麼呢 喔,Swing Kit 看錯了 呃,裁縫的 好,請阿寶帶你去 所以這好酷喔 然後這邊,喔,它還有這種耶 沐浴 沐浴的這個 可以洗澡的 哇,都是全新的耶 很天然喔 那我們看一下浴缸 還有一個泡澡的 好酷喔 哇,真的好貼心喔 這邊有一幅畫 好啦,我們要看看主臥室囉 來,我們看一下主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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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嬰兒床呢 就是很基本的 我們看一下 媽媽,不要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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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電影 我們那邊已經被小孩子啊 用得亂七八糟的 沒有關係 也有一點的 這邊有一個night stand 它有電話 有衛生紙 這個好像是 telephone guide 呃,電話的指南 燈 然後這邊有一瓶水跟被子 然後電視在這裡喔 我覺得它燈還蠻暗的耶 這是我們自己買的 所以這不算 這是放冰塊 喔,裡面已經準備好冰塊了耶 好貼心喔 然後這邊呢 是 它為我們準備的 它說呢 喔 它寫給我們的信 就是謝謝我們 嗯 嗯 來他們飯店做 那這邊還有一些書 我覺得應該是裝飾品吧 然後我們打開來看看 這裡面啊 我聽說人家說五星級飯店呢 都會給一個 就是小蛋糕之類的 所以你看喔 Partai Tokyo 喔,是一個點心 就是 這個叫什麼啊 花生的什麼白果 然後這裡有一些小餅乾 這都是給我們吃 然後有這個 筷子 跟 夾子 然後這邊還有日式的茶具組喔 這邊有啤酒 我覺得一定是要付費的 高腳杯 大家不知道看到 然後這裡呢 這裡也是一些 喔 咖啡機 餐杯 這裡是 喔 哇,看那 很大 但是我們當然是 不會買的 不會吃的 因為會很貴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 呃 沙發 小沙發 那這邊跟剛剛的 也是一樣的 它很貼心的為我們準備了 四瓶灌潛水跟四個水杯 喔,還有鬧鐘耶 你看好貼心喔 然後又有一個電話 所以它兩個床頭櫃都有電話喔 這邊有書桌 書桌也是不錯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呢 是他們為我們準備的 因為它知道我們有小小孩 有 喔 媽咪跟孩子的乳液 兩個很可愛的牙刷 小孩子 Baby的洗髮精 Baby的洗髮精 然後這個應該是牙刷 那還給我們準備了好可愛的髮夾喔 真的是非常貼心喔 然後呢 我們再看看外面的夜景 哇 我們現在在新宿 那一區啊 暗暗的啊 是新宿中央公園 或者是新宿育園 其中一個 OK 請過家文借過一下啊 我要照一下全景 所以呢 看地方就是這樣 OK 那我們明天呢 再跟大家 哈囉 我們現在還在柏月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外面的風景 好漂亮喔 今天東京天氣特別好喔 我們剛才 我們之前啊 Check in的時候 喔 請趕趕趕說嗨 我們之前 Check in的時候呢 是晚上 所以都暗暗的 看不太清楚 然後那一片呢 我在猜想應該是 新宿育園 或者是 新宿中央公園 哇 哇 其實這裡 晚上看得到東京天氣炭 那我們對柏月的服務呢 真的是沒話講 我們看一下 呃 我們已經準備Check out了 所以 床上有點亂七八糟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裡 呃 我那天呢 忘記給大家看 他們很貼心喔 還有一個熱水瓶 所以給小孩子泡內捏 很方便 所以呢 真的是 呃這些好像都給大家看過了 那每天呢 他都會給我們準備 呃冰的那個冰塊 所以非常的體貼喔 呃柏月的話呢 如果讓我評分 我想我會給他五顆星 我的標準可能比較低啦 呵呵 OK 我們請趕趕過來跟大家說 掰掰 掰掰 說掰掰 掰掰 謝謝 哈囉 我們現在從希爾頓 呃 Check out了 這裡呢 是他們的 大廳 在41樓 那基本上呢 你進來的時候呢 他們是直接帶領著你 到 房間 Check in 所以非常的 呃 Sweet 非常的周到喔 然後他 然後他 所以我們現在是出去 出去 是出去 那個 出去 要準備出去了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風景啊 他們在41樓 路口呢 是在2樓 2樓呢 直接從 那個利物金巴士搭到門口 然後是2樓 2樓又要會搭 41到41樓 到41樓 到41樓 Check in 然後一路上就像我講的 呃 工作人員都會 隨同你 都會跟著你 然後Check in 然後非常的周到 非常的貼心 然後我們看一下 右手邊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右手邊呢 是自助餐 早餐的 早餐 午餐的自助餐 那一刻大概是 呃 4200日圓 4200日圓的話 等於 差不多1200 1300的 台幣 一個人 然後我們就這樣走 然後我們 Check in的時候呢 呃 是晚上 所以很暗 所以我就沒有錄影了 那我們現在要走到 看他的風景 在41樓 非常漂亮 哇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這裡 這裡呢 這是一個裝飾 然後大家看一下 這是他的餐廳 然後有一部很有名的電影啊 Lost in the Translation 就在這裡拍攝的喔 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好漂亮 然後這是他的屋頂 你看那邊呢 完全都看到夜景喔 完全都看得到外面的風景 他的牆壁是玻璃的 OK 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囉 請趕趕趕跟大家說 拜拜 他現在生氣 做個《高風景》 是玻璃的 嘗哩